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背景上有一排字 他们说广东这个地方 你知道他买福彩的码 有很多传说 其中有一种传说 是我们现在的背景没有了 是我们前两年一个背景 大概在徐老师后方有一组数字 好多广东人就压这个数字 他认为这个数字是什么玄机 那有玄机 说就能中 迷信 我们在这里讲半天的话 不回头看一看 用回头我看你的 你看我的吗 但是现在我跟你说 已经有这个网友啊 希望中纪委调查了 就是1月26号吧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 就昨晚福彩双侧球 突然推迟一事 实名举报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 希望中纪委对开奖的公正性进行审查 哎 这个很多人呼应了 多少买彩票的人没中的都觉得有问题 是吧 然后但是继续发生一个很奇怪的事 就是啊 他应该是每天晚上9点半 就就就来来来 这叫这应该叫什么开奖 是吧 那些球啊 多多多多这么弄 但是呢 那天晚上 发了一个通知 叫做由于重庆福彩销售系统 在数据汇总过程中 出现数据索引异常 未能及时完成数据汇总和数据传输 导致无法统计全国销量 然后呢 这一次的双色球谣奖未按时进行 推迟到23点20分 故障排除后 在公正员的监督下进行了开奖 推迟了两个段时 但是他并不是宣布说推迟两个小时 他就是当时就没开奖 这是后来 大家也不知道 然后到了11点多 他突然就又又又又开奖了 所以很多人有意见 要是他当时就说 我们推迟两小时开奖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情 他不是 因为我不太会了解内地 会不会也是跟香港学的 我记得以前是模仿香港 那香港是这样的 每一次开奖的话 会电视直播 然后呢 还请社会的有信誉的人 一般什么叫有信誉的人呢 就找太平盛世 以前从港英到现在都有 我们这也有 我们这现场看的是几批彩民 一般是说彩民也有信用 可是他找太平盛世 太平盛世愿意去了 等于是说肯定他的地位 他也要把自己信用压下去 然后看着 然后大家看着才开找 现在情况是说 假如没人看着 他是突然两个钟头之后 而不是延后两个钟头 两个钟头之后 突然公布那个数字 是吧 把结果公布出来 对 所以我就觉得 要是以这个最善良 来揣测中国人的话 就是说过去咱们办这个 没有香港成熟了 所以显得很糙 比如说前几年 你就曾经 不是你说这个事 前几年一开始 就是说我们是直播的 就是电视摇这个奖 开这个奖是直播的 后来被观众发现了 录像里的问题 原来是录的 录像 但是他有个客观原因 他为什么不能直播呢 就是说 他这个球摇出来以后 他这个统计 怎么着都需要点时间 所以他实现不了 统计什么 不知道他对 对他那个电脑里的系统 什么的 没有 我觉得完全从 胡施先生的文章 差不多先生 就知道 差不多了 差不多就好了 明明录像的 要告诉你直播 明明我们假如相信 背后没有什么问题 他也不会把那个 公正过程呈现出来 反正就出了 讯号的故障 好吧 要延后 延后就告诉你了 反正我们问心无愧 然后就报道说 获奖的是广东的一个 外来的打工 就马上就 就报道出来 说他这个人 那网民没得到的 就去查了 他说你怎么可能那么快 就通知人家 你早都找不到这个人 最后好像后来 他们又曾经说 那是另外一篇报道 那是13年 以前的 他们是把两件 不同的事情 混在一起 你看就一锅中 后来人民日报 都发表评论文章了 说不要走 红十字会的老路 不要失掉明星 可能他也没中 这个事 其实就这次事件来说 好像后来 他们还算解释了 解释的基本上 就是有些种种原因 这个电脑 这个那个 反正凡是原因 你听不懂的 背后往往有问题 是吧 我也听不懂 但是我觉得他解释了 但是你知道 更重要的是 这就像是一个突破口 他又一次引起了 多少网民 的这种 一直以来的怀疑 首先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你看 我发现他们很多网民 因为我不买彩票 我觉得他们说 每次中奖的那个人 都是戴着面具的 因为要保护他的隐私 所以说你永远不知道 到底是谁中了奖 你知道 但是他为了宣传 他要讲故事 每次记者 发出一个故事来 都是题材中心 或者福彩中心的 比如一个干部 跟他讲讲 说这个人 领了奖以后 就是说 我一定要 娶个老婆 来用这个钱 怎么怎么着 但是因为 这个消息的混乱 有的时候 这篇报道说的是 他娶个老婆 另一篇报道说 他拿这个钱 要给他老婆 买个什么礼物 到底已婚还是未婚 就是信息 就是一些这个故事 但是到底 所以这是人们认为 你不公开 不透明的 一个重要原因 你从管理中心 这个角度上来说 他觉得我要保护 这个人的隐私 但是从这个网民来说 很多人就举例子 说是美国的 类似的这种抽奖 这种彩票 最后中奖的 都是公开的 就公布的 你可以查询 就是他得的 那么为什么呢 就说这个背后的 有个逻辑 就是你既然是全体 彩民交的这个钱 有人管这个行为 叫微笑纳税 微笑纳税 这全体彩民为了公益 那买了票 而且你是政府搞的 咱们这有一个 这个一个潜 潜规则叫什么呢 既然是政府搞的 你就应该相信 我是公正的 政府不会搞猫腻的 可是现在彩民觉得 不答应啊 就是说 美国的那个恰恰 因为都是公众买的 所以说中奖的人 不能有这个隐私 你得让我们知道 是谁 至少确实是有这么一个人 对 而且就我就不知道 我听他们彩民讲故事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 他们就说近两年啊 就是说每一次 都是往往这种 在开奖之前 一个小时 或甚至几分钟 有一个人单住 比如说一百倍 什么几十倍 单一住的就买这个号码 然后中奖 这是网民们的这种阴谋论 也可能 那还不简单 那就看了三人险被 那假如是这样 那是非常可疑 因为赌博其实很好玩 赌博真的要让人家愿意赌的话 你一定要保持公正 你的比率 游戏规则要公正 游戏规则是 可是你营述的比率 不对等没有关系 因为通常赌都是当庄的 比较占便宜嘛 没有关系 可是你要让我知道 那是每一次都会这样的 其实那跟什么呢 跟法治 法治精神是一样的 法治 法治有一句最基本的话嘛 就说公正justice 不仅要完成 还要被看到它完成 has seen to be done 就说你又被大家看到公正完成了 不仅是说 好了 我抓起来审完了 好了 告诉你 他杀人 死刑 不行的 要公开审判 所有材料摊出来 公正的完成 要被看到 那我们刚什么什么 那个彩卷什么 就是这样嘛 就算他没有事 真的是什么讯号 种种技术理由 到最后延迟两个钟头 真的是有一个人中长什么 可是你公正没有被看到 被完成了 那就大家不相信你 你的法治精神 你的游戏规则 没办法围棋下去 你就说咱们这个很多时候 是不是也是流于形式 你看我是主持人 我主持过很多活动 很多活动 这个抽奖 都是有公正的 可是老实说 我觉得那个公正的 也不知道是来干什么的 穿的好像是个保安的制服 两个人 还是有时候坐在台下 就是他距离这个抽奖箱 比我这个主持人还远 我也没见他来看一下 或者我认为他就是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要出老千 我不认为那是那两个站在抬角的那俩公正员 他就能看出来 但是他不管你进行完了这个仪式 他就本公正处公正 什么什么这次抽奖有效 我当时做主持人 我就觉得你还没有我看得清楚 你怎么 你怎么公正了呢 他背后讲到底那个哲学呢 他其实是 你香港那种监督啊 其实是现在 你先假定 人有可能骗 人有可能拿自己的利益 然后你才监督 我们内地呢 你如果把这个事情 跟政府的性欲绑在一起呢 那我们对政府 政府父母官呢 你他是好人呢 我怎么能怀疑他呢 所以你看这个 基本上监督这个前提就已经 香港的文化 他们说是跑马文化嘛 台湾选举文化 大陆是运动文化 那个跑马文化 我被邀请到马场 我是看得很仔细 它是有三个东西组成的 一个就是金钱 谁都要钱 第二个是娱乐 它是 它是以玩的方式来赚钱 第三个就是法治 就法律 它这个三角关系 你在香港 你去看 特别好 就是人进去 他们输了钱 也不生气的 赢了也不怎么 他们只是在马跑 快到的时候 拼命叫 然后差一点点的 他们骂那句 你知道那句话 但是过了以后 他们去拿钱 或者怎么 大家都非常坦然 就没有 我这是很奇怪 我看到有的人 我看到多少钱 多少钱就输掉了 跟我赔一区老板 搞搞就一两万块输掉了 他没有一点觉得这个不公平 所以 他就是说他自己运气不好 所以他对法的这个就法 这个娱乐跟跟这个这个金钱的三角关系 非常稳定 所以这个马照跑 五照跳 是因为有法治 如果你在一个没法治的地方 跳跳 马照跑 五照跳 那就成了坐山雕的地盘了 是不是 那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渐的地方 我们下渐点以后 他们在一个部分 下渐点之后 我们下渐点赞 下渐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咱们这个福彩题材 好像这个方式就是跟六合彩特别像 所以这个嘉辉作为这个六合彩的老赌棍 今天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失败经验 你说的对了 因为六合彩香港是1976年开始 你可以看看你带了这几张图 那时候我13岁 13岁是吧 刚刚青春期进入 这是什么 这是六合彩的前身 有人说这个叫赌博叫自花 写字的字文字的字 原来六合彩 现在的文学杂志就用它这个名字 这是故意这样 原来六合彩还是从中国古代文化里出来的 这个清朝在广东 这样香港一带非常流行 这是什么碗呢 其实一样有36个人物 古人啊 从什么张飞 关公 和仙姑什么都有 然后呢 这每次你就买 我猜这次会开哪一个 因为当庄的呢 就从那36个古人里面呢 选一个 然后放在一个 怎么讲呢 我们祖宗要的瓦 瓦罐 瓦罐里面 然后把它吊起来 吊在那毒馆那边 谁都不能碰的 然后大家就压 压饱了 我来压 我猜接一次会 开出来是斗文涛 OK 假如你是古人 我就压了 然后到时候呢 准时比方说晚上10点钟 开掌开採 就有人呢 很好玩的 有个小孩 他们找个小孩来 爬一个高的楼梯 爬上去 然后因为吊得很高嘛 以防你们去偷看 拿一个锤子 一敲 然后大家避开 打破那个瓦 那个 瓦罐 瓦罐 然后那个 那张纸掉下来 那打开 哦 到文涛 那里压宝压对了 你压一块钱 好像赔33块 还是怎么样 它34块 另外两块就抽成了 OK 那怎么是六合彩呢 六合彩不是六个球吗 因为它是也是36个号码里面 来选 它有这个渊源 对对 你再看下边的发展 你再看这个 这是六合彩 这是1976年 对 就政府公布嘛 好 我们呢 六合彩开始了 这样36个 然后来玩 那这是什么呢 每一期开掌之后 不是开了一个号码吗 那政府呢 都会给一个统计表 给报社 给它发出去 说我们过去20 或者是30次 开了什么什么号码 然后呢 报社呢 有个香港的报纸嘛 都有刨码版 有赌博版 然后呢 就会把那些数字 做个统计出来 然后呢 这有所谓的专家 我是其中一个 因为以前我替我父亲的报纸 写文章 就看看 根据这样我判断 就给名牌 台湾叫名牌 就说 下一期开的号码 那六个号码 应该是比较大的号码 偏大的 所以就我要提供 这个tips 就提供这个 怎么讲 我的判情报 OK 出来 那就也养活了一堆 一堆这样 写这种六合彩情报的人 那统计数字 都是从政府那边来的 当然很多迷信的东西出来 像台湾玩的 最疯的 台湾把那六合彩 香港六合彩的 开展的数字 拿来用他们的玩法 然后名牌 什么 还有人 到今天还有 还有在台湾的中南部 你看到那报纸 说 我们独家掌握了 香港六合彩 开采的情报 你先贿赂一万块台币 我就给你那个情报 还有人相信 所以不光是台湾 包括潮州那边 我也看见很多这种 一些人拿着 这个秘籍似的 桌印的小册子 就是说 本期六合彩 这个号 有种种方法 能够算得出来 香港这个六合彩 历史上出现过作弊的 重大的这种弊案吗 我印象中没有 可是香港曾经 有人拍了一部片 很好玩 就是说作弊 就是因为六合彩 不是有球吗 他每一次 都是用全新的球的 每一次开 他都做新的球出来 然后呢 那个电影就讲说 他做了新的球 运送过去 开掌的过程里面呢 就有人把它换掉 换掉做了手脚的球 但那是虚构的 对 那是虚构的 实际上要有的话呢 马慧的声誉就损失太多了 香港重大奖的人 就是露面吗 我印象中没有人 没有露面 也是给他保密 对 他说有一个人会中掌 有一票还是两票还是三票 可是通常那些记者 或说中掌的人 自己太高兴了 而且香港比较安全 一般不会说你中掌 就绑架你 对 就会高兴 而且六合彩 在香港来说 是子东说的 对娱乐 像只要他累积的 奖金比较多 我们在哪里的office 都是 今天晚上开掌 我们每人凑数块钱 整个办公室里 大家都会议论 他因为有一段时间 奖要是没有拿的话 就积累了很多 我刚来香港的时候 就发现 这个 这个跑马跟六合彩 是香港维稳的主要工具 香港的民众阶级分化的 这么厉害 穷的人 穷了一辈子 有钱的人 这么有钱 没人造反 没人炒 没人革命 主要就是赌博 因为这个赌博这个东西 真的 你去看到每次跑马的时候 那些老伯伯 拿了个收音机 穿得很破 坐在那个 买买买这个 这怎么 那种叫什么站啊 投注站 投注站的外面 蹲在地上 他这样拿的收音机 拿了个报纸 已经几十年了 但是就是靠这个东西啊 他不羡慕你前面 开过的这个好车啊 你换一个人 比方说 我设想 我是一个文革当中的 我是一个造反的 一个工人农民 我对有钱人非常恨啊 你想 你们一辈子 他有希望 你那个车再好 在我面前开 我看着你 我可以想 说不定我明天 我就可以买一个 比你更好 运气 就这么一个 说不定这个东西 给他一个信念 使得他一辈子 能够穷下去 快乐的穷下去 有些人是这样啊 所以香港有一句话嘛 后来也有人 把它用在电影 用成电影对板 就是说你不嫖 不知道你身体有多好 不赌 不知道你运气有多多好 对不对 你知道那个运气来呢 总会总要碰碰运气 也的确 那深入民间啊 我中学的时候 香港很好玩 香港我们家里很小嘛 又出去读书 又考大学嘛 去哪里读呢 去公共图书馆 很多公共图书馆呢 开在那个二楼的 二楼的三楼的公共图书馆 那一楼是什么呢 就是投注站 那我们通常是这样 我们去读书 读了三十分钟呢 就跑出门 跑下去投注站 因为赛马 每三十分钟跑一场 我们要想要下去看 哎呀 输了 又回去读 时间到了 同学们 又下去 我们是这样过来的 那你想 你这个怎么有可能赢呢 他们在读书啊 再去跑马 我那个时候去跑马的时候 后来告诉我那个朋友 我说上海也有个跑马厅 原来是上海图书馆 我那个时候就在里面读书 他大发雷霆 他说你在跑马厅里读书 我还居然跟你一起来 你早点告诉我啊 他不开玩笑 翻路了 你在跑马厅里读书 所以这辈子我不赌了 我不赌了 我是没有这个运 我买这个六合彩 我也买过好多次 最高中过一百五十块钱 那还不错 我买了四十年 一毛钱没中 谁叫你在那个上面读书 所以因为中的这个太低了 好像你看在香港 没有人怀疑 这个里边有什么猫腻 但是我发现在内地 你到网上看 这个采明呢 他几乎不能说所有吧 大部分人都在怀疑 就是说 那个人到底是谁得奖 他们为什么都怀疑 就是说 我们怎么知道 你没有这个作弊 我怀疑你有什么猫腻的 有猫腻的 我通常猜中的机会很高 对不对 不管我吃的东西 买的东西 我先怀疑是假的 哎呀 十次怀疑里面有八次是真的 不是 这是我是对的 那我当然了 这个习惯 你要让这个习惯 能够延续下去了 因为我的猜对的率很高 对不对 我猜你是做假的 那你现在大量的反贪 看到很多官员是贪官 那自然会想 这个贪官会不会到了 那个 那些部门呢 那不就直接弄到我的身上了 中国这事确实是麻烦 就是你看现在很多人 就拿美国做例子 说美国那个谁得了奖 我们都知道 这样你就不会怀疑吗 但是中国这个 你就都保有他的隐私 你戴着面具 永远不知道他是谁 那好 可是我是说中国这个你要知道了也不行 你知道有这个哪儿的那个农民吗 一对那个农民夫妻 俩就是啊 就是中国架不住这个借钱的 他中了 就中了几百万 你知道这一对这个夫妻两个啊 到最后他们啊 睡在这个五百万上面 就是现金啊 睡在上面 然后呢 那个新闻写的特有意思 就是说 以前呢 每个周末啊 都去看老丈人 看老丈人呢 以前呢 都带一只鸡啊 中了奖之后啊 每次只带半只鸡 嗯 就是生怕别人觉得啊 嗯 他们有钱了 比以前的日子实际是过得更差了 就怕邻居们知道 然后都不敢放银行去存 就睡在钱上 这个不心俩 你说这叫过得什么瘾呢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见 你看他这次也是一个凑巧了 就说他这次是五亿派财 就是五亿这一五零一一这一期啊 偏巧就发生了这个推迟的事件 而且这一次的五亿派奖啊 是双色球上市11年以来 规模最大的一次派奖活动 所以你看你凑在一起 所以这个有些采民他老是说 他说为什么我老觉得有些时候啊 就有一个人压这个一百倍压单柱 对吧 然后呢把这个采池就掏空 说这是他们就猜什么的都有 单柱就是只压这一 就一个号码 一个号码多少倍 就是买这一个号码 我们刚才讲香港的这个赌业啊 好像变成了个社会的一个主流意识形态 好像很有秩序啊 这一方面说他好 但另外一方面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看 这也是英国人给统治香港的一个鸦片方式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你在别的地方啊 你在美国在欧洲啊 这个赌的这个运动啊 在社会里没有这么大的作用 嗯 它是其实是加以限制的 比方说美国吧 它有赌城 拉斯维加斯 大西洋城 但它只限在这个地方 它不能很多城市的给你有一个赌的地方 伦敦也有一点地方也有 但都是加限制 因为任何一个清醒的国家 君王也好 知识分子也好 都认识到你不能把民众的维稳啊 主要依靠像赌这样的一个机构 像赛满汇 澳门怎么说 没办法 它就是一个拉斯维加斯 所以你想过啊 澳门香港就一直不开赌场 为什么 就是说他们说 如果香港开赌场 澳门经济就完蛋 那反过来也是对香港的一个保护 所以澳门应该给香港交税 现在应该给内地交税 因为英国人是聪明了 像不管是赛马的 还有麻藏学校 我们都知道嘛 香港有打麻藏的地方 叫麻藏馆 可是一般叫翻译为麻藏学校 因为英文叫school 这是学校的 书院 麻藏书院 很好玩 那英国人当时想禁的 本来是随便离开 后来六零年代吧 要禁止 后来算了 大家反对 好多人说 打麻藏是华人的生命命脉 你不能禁 惨绝人寰 那英国殖民政府说 好吧 我发牌照 要发一百四十四张牌照 因为有一百四十四张麻藏牌 就是按照这样数字来发 那到今天还是这样 这打麻将 你记得就是中国是那 佛山那个 街队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打麻将 家里人每天在冰床 打麻将